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来帮你解释这个希佳佳的类别模板 希佳佳的类别模板呢 他除了这个开头的 定义有一点点跟Java不一样 其他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希佳佳先定义一个Template 然后class t 那这个就等于这个Java的class类别名称 直接把这个搬下来 一样的做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希佳佳的写法 要定义一个Template 然后呢 class的t 还有这个class呢 这个int dv 这样子 那这个dv就是来自第二个参数了 第二个参数了 然后呢 这就是由T 这是传购来的 会被取代的这个形态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int30 所以呢 把这个 这里就变了int 这变int 这变int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30呢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dv 就变30了 所以30了 就这里就变30了 这变30了 OK 这样子的 那这个 如果是int 5乘10 那就是 这一个 就变int 这个就变50了 就变50了 OK 好 那 那 这一个 如果这个 5乘以k 那就变50了 OK 就变50了 所以呢 这个template的这里说明t 可以用任何的 class来取代 那 这边 是dv 可以代表 一个int 的 一个常数 一个常数 所以呢 当你写number int 30 的时候呢 那么 他就 把这一个部分呢 就给他 就给他 然后呢 这个int 就对到这里来了 就把int 就给 这本来是t 先来用他来 这个取代 用他来取代 这样子 OK 好 那么 如果是 这个 50 如果是50的时候 那么 就会 把这个取代 变50来取代 就是变成 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样 有k 的一样 所以他的 做法是很简单的 就是 我们 就依照 这样子 那 这里头 看你用什么 来取代 用什么来取代 ok 你如果今天 是 这个样子 如果这边是double 他就用double 这里就是变double 然后 这边的值 就取代 这边 ok 就这样而已 其实 蛮简单的 那就是 那 他的继承 关系 也是一样 你到 看到这个模板 的继承 关系 那就是 原来 就是 原来本来就是有继承关系的 比如说原来这边就没有t 那么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继承关系 继承关系 只是 我们为了把这个data形态呢 把它抽出来 参数化 所以才加上了这个t 所以就变成模板 变成模板 ok 所以呢 就变成了 这一个 这一个本身是一个模板 那么上面这边也是一个模板 这边是一个模板 那 那这个模板呢 就是 由这边 刚刚这边定义一个模板 在这里 就基于 基于这样的一个模板 基于这样的模板 再来 啊 这一个 衍生出来 这个 新的模板 就是 这是我们刚刚所定义的模板 然后 它继承它 所以产出一个新的模板 那就这样子 好 产生新的模板 好 那这个模板的 这里的t 跟这个t是一样的 跟这个t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叫做 模板的继承 我们来看一个说明 细加加并列到这个 sm number floor的时候 那就会 依据这个smt 他就用这一个 floor来 塞进这个t 塞进这个t ok 那塞进这个t的时候呢 他也会把这个floor给他 他也会把floor给他 因为 你用了floor来t 来t 那么里头呢 也会拿floor来t 来t 所以 这个 compile了之后 用模板了之后 产出的class就变这样 这是一个真实的class 是属于这个模板加floor 模板加floor 模板加floor 那就变成这样子 那就变成一个真实的类 然后再拿着真实的类 来产出一个这个小的类 就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拿 这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具体的类 完整的类 就可以来创建对象了 ok 这就是继承的关系 那么组合呢 跟我们在加瓦里头的做法是一样的 加瓦做法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这一个你看 这一个 模板的class里头 那么有两个 这一个 两个这个参考 一个是参考到 这个的T1 一个是参考到 这个的T2 有没有 这个T2 所以呢 我们如果 拿这个 拿这个 Pair 那这个T1 T2 以致的话 这个就以致了 因此呢 我们 如果是Pair INT Pair Int 所以呢 这Pair Int OK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以致了 Pair Int Float Pair Int Float 所以呢 这一个就变Int 就变Int 这个是Float 因此呢 这个 这就是Lumber Int LumberFloat LumberFloat OK 所以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小模板 产生一个迹象的类 产生一个迹象的类 产生一个真实的类 来宣告这个 宣告这个 所以就会拿Int来取代T 因此呢 因此呢 就变成 Pair Int 跟Float 这是一个完整的类 它里头包含两个 这个小的 对象 小的对象 一个X 一个Y 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 因为它会把它对过来 所以就产生一个真实的类 产生一个真实的类 拿分别来建立两个对象 所以这个都是真实的类 都是拿模板 加Int 加Float 就拿 LumberT 模板 所以这个这样看 就是 Lumber Lumber 然后 这个模板 LumberT 那么 加上Int 就是 这个来 期待它 那这个是 LumberT 加Float 塞进来 叫模板 加这个Int 就变成一个真实的 真实的类 OK 那这叫做组合 你看 这个class里头 的对象里头包含两个小对象 那大的对象 它的类是用模板 产出的 那小的 component 那它的类 也是用另外一个模板 来产出的 OK 那这叫做组合关系 OK 好那我们就 介绍到这里 谢谢